做白內障手術之後的病人呢 一開始的時候 視野都會覺得非常好 覺得大放光明 也許一年啊 兩年啊 那回來之後就跟我們說 欸 醫生我現在的視力很差 再去看別的診所醫生 他就跟我講說 啊 你這個又發生白內障了 他說那白內障不是一輩子 只有一次嗎 白內障怎麼會又復發呢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可能就覺得 這個手術是不是失敗了 這個水晶體是不是 當初我沒有放好的啊 所以現在這水晶體又誤掉了 然後有一些他 或者是不是我是不是就此 視力就會永遠的看不清楚了 對 因為我們放進去的人工水晶體呢 就好像在一個吊床 這中間呢把它懸吊起來 那經由兩邊的懸韌帶 跟後腦的支撐呢 讓這個水晶體 可以穩固的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 因為體質的關係 或者是有一些人呢 本身就比較容易 比如說眼睛發炎啦 或者是說比較年輕的人啊 吊床的這個後面啊 就會比較容易有一些 細胞的增生 這叫白內障 後腦渾濁 它事實上如果真的很厲害的話 就是一層白白的膜 那所以如果他 他比較年輕的時候 這種真正的力量就會非常的強 我是不是要進開刀房 再做一次手術 那我們事實上在門診呢 醫生就是利用這個 雅刻雷射產生的這個雷射光點 有點像在打電動玩具這樣子 就是要瞄準 後腦帶的地方 然後把它打開 打開的目的是 打開的目的就是說 因為它混濁了 所以它形成一個白膜 你把它打開之後 有點類似像玻璃擦乾淨了 對擦乾淨了之後 那是這時候光線在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透過一個正常的一個路徑 反射到樹膜 反射到樹膜 對 就不會因為這個後腦帶 產生的一些反射的現象 造成視力的膜 各位它是一個門診手術 所以需要麻醉嗎 就只需要點個藥 點個麻醉劑而已 壞的話大概5到10分鐘 就可以結束了 歡迎收看 師偉愛健康的節目 我是師偉 今天在現場 我們要來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你的靈魂之瘡 眼睛要如何好好的保健呢 邀請到這位特別來賓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 長根醫院的眼科名醫 我們要來歡迎孫啟清醫師 醫生你好 師偉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孫啟清醫師呢 他自己本身也是白內障 暨趨光手術 醫學會的理事長 所以邀請到他來節目當中 跟大家聊聊 白內障的問題 是最貼切不過的了 不敢當 醫生想請教一下 因為太多的長輩 跟我講了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他們置換了 人工水晶體之後 一開始視力還不錯 但到了一到兩年之後 似乎開始慢慢的 視力又變混濁了 他們很擔心的說 醫生啊 我是不是手術失敗 該怎麼辦呢 這個其實是一個 門診可以解決的問題 長輩們不用太擔心 對沒有錯 其實很多做白內障手術之後的病人呢 一開始的時候視野都會覺得非常好 覺得大放光明 人生重見光明 重見光明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其實現在的科技也是真的非常方便 手術也非常進步 其實手術如果加準備事情的評估的話 大概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結束 那很多病人在隔天回來之後都會覺得哇看起來很亮 人生超開心 對 但是這時候我們都會跟病人講說 我們說你一定要回來追蹤喔 你一定要這個過一段時間 比如說點藥 然後回來看看你吃力恢復的狀況 那大部分的病人事實上都可以配合 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他覺得我已經很好啦沒事啦 所以看完刀就不見了 是 那通常就是經過的大概就像剛師傅提到的 也許半年啊 也許一年兩年啊 那回來之後就跟我們說 欸醫生我現在的視力很差 然後再去看別的診所醫生他就跟我講說 啊你這個又發生白內障了 他說那白內障不是一輩子只有一次嗎 白內障怎麼會又復發呢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可能就覺得這個手術是不是失敗了 這個水晶體是不是當初我沒有放好的啊 所以現在這水晶體又誤掉了啊 然後有一些他 或者是不是我是不是就此視力就會永遠都看不清楚了 對對對 那這個問題的解答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眼睛呢是一個照相機 那白內障呢是照相機的鏡頭 好這個我們讓大家來看一下有關眼睛的結構 你就會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其實眼睛就像剛醫生所講的是一個照相機 您繼續 對那事實上如果大家仔細去了解的話 我們事實上是把鏡頭呢 就是說這個這個鏡頭的部分呢把它拿掉 那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呢 我們前囊帶會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會用一個探頭進去把我們的水晶體呢吸掉 那這時候後面這一層呢 這層薄薄的這層我們叫做後囊 這層後囊是要保留的 那保留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放進去的人工水晶體呢 就好像在一個吊床 這中間呢把它懸吊起來 那經由兩邊的懸吊帶跟後囊的支撐呢 讓這個水晶體可以穩固的在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想像成是野外的吊床的話 那個後囊帶就是指的是讓水晶體支撐的 它可以懸吊起來的非常重要的一層 對對對沒有錯沒有錯 但是呢因為體質的關係 或者是有些人呢本身就比較容易 比如說眼睛發炎啊 或者是其他的狀況 或者是說比較年輕的人啊 它這個吊床的這個後面啊 就會比較容易有一些細胞的增生 好我看了一下資料了 這個有關於這叫白內臟 對後囊 後囊混濁 白內臟後囊混濁 我稍微看了一下資料了 發現呢平均呢 手術後三年呢 大約有40%的發生率 而且呢年紀比較輕 也就是年紀小於50歲的白內臟患者 發生率則是高達7成 那今天我們就要請到白內臟 眼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來告訴大家就是 當我們真的又發生混濁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我們先來回答 為什麼是年輕人居多好了 好 事實上我們知道年輕人呢 他這個細胞的這個增生能力要強 那通常我們在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先天性白內臟的小朋友 如果我們給他開完刀的時候 他這個後囊的這個部分要同時處理 要不然的話 他大概在一兩個禮拜之內 很快就會產生混濁的現象 這個混濁是一種細胞的增生 對它是後囊有一些上皮細胞 那上皮細胞會從兩邊 從這個我們也叫眼睛的後囊的這個 這個赤道的部位呢 就是往後 然後一直的移行到你的中間 它是不是有點像眼睛裡面 結巴的那種感覺造成的真學 你可以這樣子想 因為他事實上如果真的很厲害的話 就是一層白白的膜 對 那所以如果他比較年輕的時候 這種增生的力量就會非常的長 非常的強 那他一旦增生到膜一定的地步的時候呢 你的光線進來的時候 透過這個增生膜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 比如說怕光啦 視力模糊的現象 好 所以您看到了 在白內臟的最後面這一層呢 還有一個後囊帶 那當視力進來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在前面的影像 無法清楚的話 那當然後面的成像 也是不清楚的 對 沒有錯 因為他就沒有辦法正確的 落到我們的視網膜上面 然後傳到我們的視神經 OK 好醫師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50歲以下的人 發生是七成 那我怕會跟大家一直講說 是年輕人發生的機率比較高 大家會想說 年輕人是20幾歲喔 沒有沒有 現在50歲60歲都叫年輕人 對都叫年輕人 因為現在很多人開完道之後 事實上都不想戴眼鏡 所以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來 是 對 那所以一旦發生這種現象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因為他事實上是個後囊帶的昏作 那說 我是不是要進開大房 再做一次手術 在早期的時候 的確是這個樣子的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科技越來越進步 那我們事實上在門診呢 就是用一台機器 然後用這個雅各雷射 是 對 然後就是直接把 病人的下巴就是放在這個機器的前面 然後呢 醫生就是利用這個雅各雷射 產生的這雷射光點 有點像在打電動玩具這樣子 就是要瞄準 瞄準那個 後囊帶的地方 然後把它打開 對 打開的目的是 打開的目的是說 因為它混濁了 真身混濁了 所以它形成一個白膜 你把它打開之後 它就會整個就是會 這個等於是 就是把它 有點類似像玻璃擦乾淨了 對 擦乾淨的時候 那是這時候光線 在進來的時候 它就會透過一個正確的正當的 正常的一個路徑 反噬到我們的時候 對 就不會因為 這個後囊帶 產生的一些反噬的現象 造成視力的模糊 各位 它是一個門診手術 所以需要麻醉嗎 其實就 就只需要點個藥 點個麻醉劑而已 點個麻醉劑而已 所以在門診幾分鐘就可以結束 快的話 大概5到10分鐘就可以結束了 所以你在家裡面 煩惱了半年好幾個月 想說我是不是眼睛 動完了白內障手術之後的 嗨去囉 然後手術失敗囉 各位請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這一個手術 白內障後囊帶混濁 是很常見的 我們這樣併發症嗎 應該也不會說非常常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人工水晶體的設計 非常的好 那有一些人工水晶體 它本身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直角的 這樣一個設計 就是阻止你的這個 後囊帶的細胞 就是往前 往後去聚集 是 所以事實上也跟一些水晶體的設計 跟個人的體質 跟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疏忽的發炎的情況 等等會有關係 所以大家聽到這邊要留意囉 醫生講的是新型的人工水晶體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設計 所以常發生的是什麼 是那五年前六年前 動過水晶體手術的人 然後媽媽會來問我說 師偉師偉 我是不是把內障又復發了 會不會就一輩子都看不清楚了 對 其實說實在的話 設計當然是歸設計啦 那也不是說 以前就是一定會發生啦 事實上很多是跟 個人一些體質也是有關 有相關 所以我想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你在做完 這個手術之後呢 視力有一些 這個下降的情況 有時候也不見得是 單純後腦袋的問題 那會有什麼問題呢 比如說有的人可能有糖尿病 那他沒有好好控制 那這個時候你過個一兩年之後 糖尿病產生的 糖尿病視網膜的病變 對 在這個眼底的部分 對 可能會產生這個 這個視網膜的水腫 那這個時候呢 他不見得是因為腦袋的問題 對 又比如說你可能有一些 青光眼 眼壓 視神經 腳膜 這個都會 或者是像我剛剛在點 那個人工淚衣 對 眼睛肝也會 對 因為年紀大了之後 淚衣是不是也跟著會分離 對 肝眼症基本上跟年紀有關係 那白內臟也跟年紀有關係 因為我是高度近視患者 所以當我的眼前又變模糊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的就是 我上班上太久了 每天都上超過12個小時 但突然點了人工淚衣之後 我覺得眼前恢復光明 所以你必須要去找醫生 看一下到底是 術後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 沒錯 沒錯 好 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跟大家介紹的是呢 白內臟常見的後腦袋混濁的部分 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了 做完白內臟手術 請千萬不要害怕 尤其記得一定要定期的來回診 請教眼科醫師 請醫生們來幫你做檢查 我們也非常的謝謝孫啟青醫師 謝謝 謝謝世偉 謝謝各位觀眾 掰掰 要保護眼睛喔 掰掰 掰掰 好緊張 別緊張 我比你還緊張 醫生你有近視嗎 我越來越淺了 為什麼 我本來快200度 我現在應該只剩565 是因為老花眼的關係嗎 跟老花眼的關係 對 跟老花眼的關係 是那一片 盯!